在军迷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叫做颜值也是战斗力 作为人类工业水平的巅峰象征 当我们站在蓝天下 欣赏各式飞机的英姿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客机的进气道是个圆滚滚的大嘴 而米高21的进气道中间有个尖锥 为什么到了F2和F35 进气道造型又变成了奇特的菱形和神秘的古包 飞机的进气道 它们的造型只是为了好看吗 还是说其实是无数工程师的心血结晶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飞机的进气道到底有什么秘密 在我们开始讨论各种炫苦的超音速战斗机之前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身边最常见的民航飞机 看看它们的进气道是什么样的 常坐飞机的朋友 对客机机下面吊着的发动机肯定不会陌生 不过稍微横向对比一下 我们可能就会发现 不论是各种客机还是运输机 甚至是A10这样的攻击机 它们的发动机在外观上都比较接近 而这种发动机进气道 其实是为亚因素用途特别优化过的 如果按长相来分 亚因素飞机的进气道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叫皮托式 这个名字来自于皮托管 通俗点来说就是直筒式的设计 从正面看过去 它就像一根光滑的管子 可以直接看到后方的发动机叶片 这种设计的优点是结构简单 气流走直线 能量损失最小 燃油效率相对比较高 因此我们日常乘坐的民航客机 几乎无意地外地采用了这种设计 因此这种进气道 也是目前研究最透彻 应用最广泛的高压因素进气道之一 而第二种进气道则恰恰相反 它叫S型进气道 顾名思义它的内部管道是弯曲的 像字母S一样 我们站在外面看进去 可能只能看到半边发动机叶片 那为什么要故意设计成弯的呢 这不是凭空增加空气阻力 提高生产难度吗 但实际上 这个S型进气道在发明之初 是用来解决一些中置发动机的问题的 很多三引擎飞机的中央发动机 都采用了S型进气道 后来人们发现在设计得当的情况下 S型进气道不但不会阻碍空气的流动 还能在整体上减少气动阻力和飞机重量 提升飞机的操纵性 再后来 美国人开始研究隐身飞机 他们发现高速旋转的发动机叶片 是极强的雷达反射源 把进气道掰弯 就等于在发动机前方设置了一道屏风 让雷达波只能在光环的进气道内臂反弹 而无法接触发动机的金属叶片 从而极大的提升飞机的隐身能力 因此 许多强调隐身性能的军用飞机 S型进气道来提升隐身性能 另外对于一些单发战斗机来说 S型进气道可以绕开机头的宝贵空间 给雷达等航电设备让出位置 那除了长相 飞机进气道的安装位置也很有讲究 一种是短舱式 它就像一个独立的发动机背包 被挂在机翼下方或者机身两侧 我们最常见民航客机就是这种布局 这种布局的好处是进气口可以远离机身表面 吸气相对干净平稳 这对于喷气式发动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或许还记得 苏联早期的喷气式战斗机米格9 就有吸气炮的二手烟 导致发动机喘震停车的毛病 另一种进气道叫埋入式 或者叫集成式 它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布剑了 而是直接长在了飞机身体上 与机身融为一体 它的优势是结构紧凑 不产生额外的飞行阻力 早期的喷气机发展中 很多短舱式的战斗机都被逐渐优化 淘汰掉了 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我们管它叫做半埋入式 也叫斗星进气道 顾名思义这种进气道 一半贴着机身 另一半暴露在外 法国人的阵风就是这种设计 这种半埋入式的进气道设计 能有效提升一神融合性能 减少阻力减轻空重 但问题是 这种进气道布局 也限制了机头雷达天线的尺寸 就导致阵风的雷达性能 在长期来看 可能会有一些赶不上时代 那么为什么要分得这么细呢 这是因为不同进气道的设计目标 或者说它们的最佳工作状态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先来做一个小实验 大家在小时候 都有用胶皮管玩水的经历吧 如果你想让水喷得更远更快 你会怎么做 我们会手指捏住管口 让出口变小 水流经过窄的通道 速度就会加快 这背后的原理 就是著名的文球里效应 它的背后 是我们中学学到过的 伯努立方程 现在让我们回到飞机发动机 发动机内部的压气机 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风扇阵 它需要吃进空气 然后压缩它 你可能会知觉地认为 我们应该让空气 以尽可能高的速度 冲进压气机 对吗 就像给它喂饭一样 速度越快越好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对于压气机 也就是飞机上的 喷气式发动机来说 它最喜欢的是速度较低 但压力较高的稳定气流 如果气流速度太快 太乱 压气机的叶片 就无法有效抓住 并压缩空气 效率会急剧下降 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喘震 这就类似于 人喝水太快 被枪到了一样 所以 压音速进气道的首要任务 其实非常反直觉 它不是要让空气加速 而是要让空气减速 同时提高它的压力 既然我们知道了 要给空气减速 那该怎么做呢 还记得刚才的水管实验吗 捏紧管口 出口变小 流速变快 那么反过来 如果我们想让流体减速 我们就需要让通道逐渐变宽 当然了 从原理上来说 这个还是伯努力封程内容 而这就是压音速进气道 设计的第一个核心秘密 它在内部的第一段 是一个扩张型的管道 一般称之为扩压段 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 迎面而来的空气冲进进气道 空气流过的这个内部 逐渐变宽的通道 它的速度就会慢下来 根据伯努力原理 流速减慢 动能降低 那么它的势能 也就是静压 就必然会升高 于是进气道 就完成了减速增压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看到很多早期的发动机 都是一个两边平整的 橄榄型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解决了 内部形状的问题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进气口的边缘形状问题 进气口的边缘 我们一般称之为纯口 而这个纯口的设计 也是大有讲究的 所有民航客机的进气道纯口 都是一个圆滑厚实的顿变 而那些追求高速的军用战斗机 进气道纯口 都是像刀刃一样锋利的薄贬 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飞机在起飞或降落时 飞机的速度相对较慢 但发动机需要巨大的推力 所以它需要疯狂地吸入空气 来维持发动机的推力 与此同时 飞机的姿态是机头朝上 有一个很大的营角 如果唇口是锋利的 那么从下方和侧方被吸来的气流 在经过这个尖锐边缘时 很容易发生气流分离 就像河水流过桥墩子 会在桥墩子后面产生漩涡一样 空气也会在这里形成一团团的涡流 这些涡流一旦被吸入发动机 同样会造成效率下降和揣震风险 顺带说一句 火箭之父冯卡门 就是靠着研究涡流拿到的诺贝尔奖 而民航上圆滑厚实的城口 就像一个温柔的向导 无论空气从哪个角度来 它都能平顺地引导气流拐弯 稳定地进入进气道内部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涡流的产生 这种设计保证了飞机 在低速大营角等各种刁钻的姿态下 发动机都能顺利地呼吸 专业一点来说 就是针对飞行包线扣走的区域 进行了特别优化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飞机超音速的情况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超音速飞机的进气道设计 和亚音速飞机进气道的设计 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和空气的性质是分不开的 当飞机超过音速 空气就像一堵看不见的墙 它不再是平顺的流体 而是充满了剧烈的压缩和能量爆发 这就是击波 这时亚音速下的伯努力定律 扩张减速的规律就不再有效了 在超音速气流中 扩张通道反而会加速空气 所以超音速进气道的首要任务 事先想办法产生一道或多道击波 把超音速气流硬生生的砸回亚音速 然后再交给后面的亚音速段 去减速增压 于是就有了三大经典设计 第一种叫做外压式进气道 它的核心是在进气口外部 放一个尖锐的物体 比如一个调节锥或一个斜板 高速气流首先撞上这个锥祸板 产生一道或多道斜击波 每经过一道 速度就降一点 像下楼梯一样 平稳的把速度降下来 斜合式可及用的也是这种 只不过是二维的斜板 那既然有了外压式进气道 就会有内压式进气道 内压式进气道 把减速的过程 全部放在了管道内部完成 理论上效率很高 但启动非常困难 容易噎住 所以实际应用很少 最后一种叫混压式进气道 顾名思义 混合了内外两种方式 先在外部用斜击波初步减速 再在内部用正击波 一巴掌把气流抽回亚音速 而这种进气道的极大成者 就是大名鼎鼎的 埃萨奇黑鸟侦察机 它那巨大发动机的进气锥 可以前后移动半米多的距离 就是为了在不同速度下 都能把激波精确地控制在唇口位置 实现从0到3.3马赫的恐怖跨越 最妙的是 这种进气锥还有省油的效果 在三马赫巡航时 埃萨奇的油耗达到最低 只有每百公里 大概是800公斤的燃油消耗 顺带一提 由于60年代的计算机模拟技术 还不成熟 埃萨奇上的进气锥的移动范围 最终是由试飞员 一厘米一厘米实验出来的 只能说真不愧是你啊 臭油工厂 这种能够移动锥体或斜板 来适应不同速度的设计 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可调进气道 它虽然强大 但结构复杂 重量大 还影响隐身性能 于是工程师们就开始思考 有没有更聪明 更科幻的办法 答案是有的 首先登场的 还是逆天的臭油工厂工程师 F117为了实现极致的隐身性能 在进气口前端 布设了间距为1.5厘米的 特殊金属格栅 这些金属格栅上 还覆盖有锡波材料 这种设计能够有效地 阻挡雷达波进入进气道内部 但同时也极大的影响了 进气效率和流量 尤其是在低速下 问题更加严重 因此抽油工厂的工程师 在F117的两个进气道上方 又开了一个小小的天窗 作为辅助进气口来使用 当飞机空速低于0.5马赫的时候 就会自动开启 在平时 这两个辅助进气口 也充当F117的发动机叶片 检修通道来用 所以就有了这张地勤 把脑袋从里面弹出来的奇特照片 另一种比较逆天的进气道设计 是所谓的背负式进气道 这种进气道 同样是为了隐身而设计的 由于BR主要面对的雷达探测 都是来自于地面的 如果把进气道 布置在它宽大飞翼的背上 那么来自于地面的雷达波 就根本看不到这个进气口 从而实现了完美的雷达隐身 不过背负式进气道 在气动方面 有着极其严重的缺陷 飞机几乎不能坐大公角的机动 一旦飞机上表面负面层分离 发动机立刻就会得不到足够的空气 从而出现船阵吸火等情况 也就是说 背负式进气道 往往只能用于BR这种 不需要做机动的轰炸机 战斗机基本上是不能用的 这个时候 肯定有人会想起来一个奇葩飞机 基于F-100改装的 北美F-107终极配刀 F-107作为战斗轰炸机 却采用了我们说的这个背负式进气道 或者叫机背进气 主要是因为美国空军 希望F-107能够在机幅下方 挂载一枚宝型核武器 从而实现其高超音速和图防的任务 不过说到底 F-107最后在竞争中败给F-105 只生产了三架 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下一种进气道设计 就是有一段时间 互联网上争论特别多的DSI进气道 有一种航空教材 管这种叫泵式进气道 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 飞机表面的负面层问题的 负面层或者叫边界层 湿流体在管道表面 附着的一层流速相对较慢的气流 负面层吸入发动机内部 会出现进气不稳定的问题 损害发动机叶片的寿命 而无负面层格道进气道 全称DSI 用一个经过精确计算的三维鼓包 就好像是人在小深波背后躲风一样 巧妙地把负面层推开 让干净的气流进去 不但结构更轻 更简单 而且隐身性能更好 中国空军的歼10BC 小巴的小龙 美国空军的F35上 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鼓包 这就是DSI进气道 不过DSI进气道 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下半 但要让它适配飞行包线的 不同区域 是非常困难的 只有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 使用三维建模 加大型风动模拟 再加上长期的实力测试 才能够优化出性能足够先进 适配各种飞行角度和速度的 DSI鼓包 因此现在世界上 除了几个主要的军工大国以外 剩下的都玩不转DSI 甚至连俄罗斯也是停留在PPT上 啊 说到PPT 印度纳别人说他们的五代机 也要上DSI 大家偷偷笑就行 那说到F35 就不得不提它的好姐姐F22 F22采用的是卡尔特进气道 和DSI不同 它是一个固定的菱形进气道 外形经过了精心设计 能够将雷达波 偏转到特定的几个方向 最厉害的是 它是一种固定几何设计 没有复杂的调节机构 但却能够同时满足亚因素 跨因素和超因素巡航的需求 可以说是现代进气道技术的 巅峰之作之一 不过可惜的是 在负面层控制方面 F22仍然是采用传统的负面层格道 而不是DSI进气道 至于美军新的主力战机F47 是继续沿用负面层格道设计 还是拥抱DSI 还是说能给我们整点新花样出来 我们先拭目以待 好的 感谢各位看到这里 火力军已经尽最大的努力 克制住自己展示一大堆攻势的冲动 用痛俗易懂的方式 来拆解这些复杂的航空知识 如果想了解更多航空相关的小细节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